Lamitana 海边 在还没去Lamitana之前呢 我们先去Muka的海边走走 我的背后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海边 Muka的海边 想要听浪的声音 可以来这边 哇哦 根本是没什么人 一眠没有Lamitana了 经过这边是 进来跟Kingwood借个厕所 厕所很干净 飞个风景给大家看 看完风景呢我们就要去赶路了 Go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Muka的一个文化保护区 Lamitana 我们在 来的地方呢是 Muka的Lamitana 上面还有人在钓鱼啊 我们飞给大家看这边非常非常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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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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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落在小河旁 结合了游客度假屋和文化中心 这里是最早的一个村落了 德亮 德亮来说 基本上在整个木交马拉诺族里面 他们认为他们是贵族的 贵族中的贵族就在这一带 所以他以前的房屋是高脚屋 如果你要看最传统的马拉诺房子 你去沙拉尤文化村的 那个是最久的 现在完全没有的 因为被烧毁了 二十几年前 他实际上有一个马拉诺女孩子 叫Diana 他的名字就叫Diana Rose 他算是受很高声教育 英语水平很好 他就觉得说 马拉诺人是很小的人口 十八万 然后年轻的马拉诺人 对自己的文化已经开始淡了 他为了认为说 我要保护我的文化 他跟他的家族就合起来了 建了这一栋 他建这栋的时候不是为旅游 因为二十几年前你可以说 来木交都很难 更何况是游客来 就为了要保护 所以他找年轻的那小孩子来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物件 他们的舞蹈 他们的服饰 所以这一批人呢 现在属于第二代 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有自信 这里不但给游客提供住宿 而且还培训当地传统的艺术和手工 为村落家庭提供额外的收入 为村落家庭提供额外的收入 Lamintana继承了传统马拉诺高屋的风格 采用当地的大自然材料建成 今天真幸运 还让我们刚好遇上舞者们练习的时间 最后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 马拉诺的传统舞蹈吧 revers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蜜达拉不只是民宿 这里规划各种探索马拉诺文化的行程 也提供马拉诺美食和民俗表演 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暂时没有开放 等疫情过后一定要再约几个朋友 一起来走走